真正修行,戒律当中,淫戒是第一。 所谓是。 一切众生,这是讲六道里面的众生, 借以隐喻而振性命。 你为什么会在六道里面投胎写生受生呢? 就是这个念头没有断。 换句话说,这个念头不断,就出不了三界。 主要记住,我赢的事没有,事没有不行。 你有念头就不行。 粗的念头没有,你有细的念头还不行。 佛在经论上常说, 才是明十岁。 这个英语是色。 这个无语里面讲的色, 跟无韵里面讲的色不一样。 无韵的色是物质,是整个物质。 用这个字来做代表。 无欲里面的色是直男女色。 是直这个。 地狱五条根。 一切六道众生。 不能超越三界轮回。 佛跟我们说, 决定是三卧道的时间长。 三三道的时间短。 这经上有个比喻说, 头出头目。 把三界比喻作苦海。 头出。 从这个海底头撑出来, 呼吸一口新鲜空气。 这时间短了。 再一个跟斗了, 又栽到下面去了。 下面是三卧道。 上面是人天两道。 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。 六道众生。 在人天两道的时间很短。 机会很少。 在三卧道的时间很长。 机会也很多。 原因在哪里? 谈着财色名诗碎。 谈着五语六成。 五语里面最严重的是色。 所以佛在此地, 第一个, 就把这个生死, 第一个因素,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, 为我们提出来了。 教导我们。 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一生当中要超越六道轮回, 那你就必须要再修。 念佛求生净土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。 这个念头不断, 你念佛的功夫再好也不能磨成。 什么原因呢? 你有一条绳索绑在缩破世界。 这个绳索没有解开啊, 阿弥陀佛在招手借你啊, 去不了啊, 这个地方有人拉住你啊。 就是这个念头, 妄念呢, 在拉住你。 使你不能磨成。 所以说, 必须要把它断得干干净净。 所以佛在此地, 一开端呢, 就把生死根本说出了。 若住世界六道众生。 这一句, 我们绝对不能够含糊笼统地看过。 住世界不只是我们俗婆世界。 欢愉一句话说。 摄奉三世, 一切祝福世界。 只要由六道众生, 那个世界都是这个情形。 都离不开这一个原则。 佛将其心不已。 这个心里头真的把隐喻的念头啊, 断干净了。 没有了。 那他就不随生死相续。 这个生死相续就是六道轮回。 换一句话说。 他不随意啊, 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 那么由此可止。 只要这个念头不断, 他就决定出不了三界。 决定啊, 还要收生死相续。 这是佛把这个真相为我们一语道破啊。